我們來看的是呢 你們有講義 講義的右半邊的話呢 這裡的話呢有說 你利用這個電腦軟體 然後呢來知道日時跟月時的模擬 那既然是模擬所以也可以看到未來 所以我這裡幫你挑了一個時間是 2020年6月21號 那軟體的話呢 你知一本上上面這裡有網址 網址你一按應該就會跑出來了 它有Windows的版本 又呢Mac的版本通通都有 那記得手機要錢 這不同的語氣你就自己選囉 所以軟體下載然後安裝那個是很容易的 那安裝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打開這個軟體 我是那個Mac我就直接打開囉 所以我Mac軟體我放在該位置 我把它給打開 打開之後呢我等一下呢要看的是你們的 那個月時的 時間 所以有一個問題你要知道會操作 我等一下編錄的過程會稍微告訴你 你要注意聽 來第一個呢 既然是白天我不喜歡白天 暗三三看不到 所以呢 不白天太亮了看不到星星看不到 月亮 那我要把大氣拿掉 這樣我的星星才清楚 我的太陽才清楚 所以呢我要面對東冰 我現在是滑鼠滑鼠的左鍵把它按住 然後呢 按住按住直接轉 它就可以呢 去轉方向呢 左鍵按住可以去轉方向 可是現在的畫面大小我看了很不喜歡 所以呢 有那個滑鼠的滾輪 滾輪你知道吧 滾輪你可以放大 或者說小 就是那個滾輪 然後呢 滾輪呢 我就把它給拉近或拉遠 因為我現在要看的是太陽公公 所以我要面對東邊 那面對東邊完之後呢 我習慣要去看那個東西叫做方位角跟羊角 所以來你看一下下面 嗯 左下方現在出現了赤道坐標 那個你不要理它 你要看的是地平坐標 地平坐標就是有方位 然後有那個 羊角高低 那我們一起看一下上面的數字 我把它放大看數字 所以上面的數字的話呢 正東邊 一起數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所以羊角又看嘴巴 從地平面的零度一直到90度 方位角的話正東邊這裡也有 只是這裡的字沒有很清楚 270 260 290 這個呢因為東的另外一邊叫做西邊 它以正北為零度 然後東邊叫做呢零到90 那90之後再到180 直到方位角吧 所以呢這裡都有標 我把它讓它變成全部 你就會看得更清楚 有感覺吧 那上面都有標數字 只是它不同的畫面 它的數字有時候會顯示 有時候不會顯示 那我現在的目標物呢 我要太陽 所以我把太陽 我按下去 出現4個點點 然後按空白鍵 能夠把這個太陽置中 直上太小了 我等一下要畫日時月時不好畫 所以我把它給放大 然後現在的月球在哪裡 月球在下面 等一下這顆月球的話呢 會跑上來 就算我們說日時 初一 初一呢月球跟太陽同一個方向都在東邊 等一下這顆月球會擋住太陽光光 你要去畫兩顆疊加在一起的畫面 為什麼呢 你看清楚 我把這個呢 變成了不要全螢幕 你看清楚的題目叫做呢 日月或地月的輪廓 所以要有兩個球疊加在一塊 所以日時你要畫的是 我們的太陽光光被月球遮住了 那如果右半邊的月時的話呢 應該是呢 這個月球被地球給 影子給遮住了 所以你要有兩顆球出現喔 來那我繼續看它呢 我把它給放大 糟糕 然後把它放大變成全螢幕 變成全螢幕之後呢 你怎麼 我以為你怪怪的呢 我的太陽在哪裡 來我太陽在這裡 一樣滑鼠 左鍵固定 把東邊轉正 來我要來把它給放大 然後呢 等一下目標是太陽光光喔 來我要讓時間到 時間現在是呢 叫做呢 15點左右 來你看一下這裡呢 有寫的叫做 2018 8月13號 不是我要的日期 所以左半邊我來改 改日期好嗎 改日期我有時間 時間在這裡 2020 所以時間的話 你從左半邊 就會出現很多位置等等可以改 位置應該都在我的預設 原本就是台北台灣 說不所謂 來這裡的時間的話呢 20206月份 錯了 6月 6月21號 這個是我網路找出來的 某一個呢 未來的某一個日期 發生日時的時間 然後用這個軟體去模擬 然後15點 我就讓它變成了 14點 Delay個一兩分鐘喔 來然後呢 我的時間 設定好了 左半邊 這裡你有發現 2020 6月21 14點 有吧 完了之後呢 我要讓時間跑喔 欸啊我的 太陽呢 啊因為那時候 太陽應該變成在 西邊了對不對 因為我把它改成 下午的時間了 所以我現在讓 我的正前方是 西邊 這樣會比較順 可以接受吧 然後呢 我 讓它 空白鍵 讓它在正中央 現在兩個還沒有疊加在一起 可是 你看清楚的講義 我有問你 時缺方向喔 所以我 請你先記得一件事 現在這個圖的畫面呢 是下面是哪一邊 西邊喔 下面是西邊 所以現在這兩顆呢 一顆太陽 一顆月球 現在的月球 是在西方喔 我們的太陽呢 是一條腳比較高的西方喔 你要記得方位 因為我下面有問你說 哪邊先發生時缺 那要讓時間動囉 所以呢 我說兩顆球要畫 就是這個太陽要畫 這個月球要畫 來左下角 這裡你有看到加快時間 14點10分 15分 17分 18分 我讓它更快囉 30 40 等一下太快來了 太快了回頭 來現在呢 叫做呢 14點 53分 你有沒有發現 慢慢在吃了 哪邊先吃 下面是怎麼方 西方 所以是西方先被吃掉喔 然後呢 你等一下會發現兩個圓呢 慢慢的跌跌在一起了 有沒有view 現在呢 你可以發現 我讓它更大更大 喔那麼大 真的好大 糟糕 沒有我剛剛趕快要用那個空白鍵 讓它這兩顆球在土的正中心 不然畫面跑掉 我就沒差 我再錄了 所以呢 你現在有發現 是先下面是西邊發生 死吹對不對 那等一下呢 會整個 上去 我也不知道這是全死或還死 我忘記喔 Google網我就忘記了 然後提醒你們一件事 你們的講義怎麼了 日、食 我後來放了一個框框 你自己等一下要看 到底那一天發生的是 還死還是全死喔 因為不管是還死 全死一定先有這個叫做偏食 那呢 你們的講義有所謂的粗虧到食聖 食聖到什麼 等一下我有另外一個圖畫面給你 有沒有全死 沒有 所以你們應該是日 還 食 來我要讓它暫停囉 來所以呢 剛才先食圈是下面西邊 現在換食圈哪一邊 東邊 有感覺吧 所以利用該軟體能不能去模擬未來或過去呢 YES YOU CAN GUIDE YOU CAN GUIDE YOU CAN GUIDE 你可以去穿 你就會承擋好不好 你就會得到答案了好不好 來 那我要告訴你喔 我要讓它繼續跑 讓它跑完 然後等一下去看 剛才那一些的定義 那一些什麼突虧啊 食聖啊 等等的定義 那個你網路用萬能的Google就可以解決了 萬能的Google 你知道吧 跟你的那個一樣萬能的 來我讓它快一點囉 沒了 恢復正常了 對不對 來我不看它 因為呢 我要看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糟糕我按到了什麼 來我要讓你看的呢 是那個定義的部分 所以呢我這裡呢 我網路有下載了某一個玩意 糟糕了 你知道某一個玩意你跑去了哪裡的呢 慘了慘了慘了 現在叫做10點3分 我還在看 你等等我 你不要急 你急我就會更急 你知道的 什麼叫做急呢 急的容易出現不該做的事情 來這裡呢 網路呢 我呢 Google了一下日時跟月時 那我現在要看的是日時 這個是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我把它轉成PDF檔 然後呢 這裡的話呢 應該會有日時 這月時 日時在哪裡呢 回啊 日時出現 好不好 他怎麼還沒出現 有了來 各位看一下這裡 日時 然後這個圖 你們課本都有 我不想看它 我想要看的呢 是這裡所謂的 另意 什麼叫出虧 實際 時聖 升光 復原 所以呢 你可以發現呢 如果像剛才 環時 我的那個 講義叫做 出虧到時聖之間 出虧到時聖之間 意思我要你們畫的是什麼 天時 OK 然後呢 之後呢 時聖 時聖正中間 你們出現的不是日全時 是日 環時 就那裡寫時聖就是要你畫日 環時 然後呢 時聖又到復原 等於時聖到復原 就另外一邊的 時缺 可以接受嗎 也就是呢 尾巴呢 變成這一側 左半邊 就是東邊時缺 所以呢 等於你們呢 兩邊是要時缺的方向 中間要的叫做日全時或日環時 就你看剛才拍的自拍片就有感覺囉 所以我拍了多久呢 就到這樣囉